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下次能不能注意掉 是不是曝光潜晶晶离婚的假媒体吗 如果宋雪是那个幕后推手 他的目的一定不只是为了高垮晶晶 最近公司内部出现了特殊情况 有人在公司危机关头 出卖公司利益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总经理 宋雪 教人谈恋爱成一种职业了 就是下谷女王 我们能热情暂停一下吗 打开她 我 爱丽丝 谢谢你 谢谢你 开不开心 嗯 幸不幸福 嗯 那你请我一口 我 说你爱我 我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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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孝总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们大家伙都想死你了 那以后不能加薪加薪了吧 以后再成 顾总了 对对对 顾总总 还是加薪啊 我现在真的是佩服你和我妈 每天的公司日理万集 你之前是刚来还不习惯啊 说不定你之后也会跟我一样 爱上工作了呢 不 嗯 我觉得无论如何 我还是更爱你 好久不见 我们小嘉欣当上总裁 小嘉欣 我当然要过来祝贺一下 这位是 嗯 赵江月 她的同事 嗯 能不能麻烦赵小姐帮我来两杯 咖啡不加糖 谢谢 她可是顾佳欣 最有战斗力的前女友 是我在追男神道路上 最大的绊脚势 嗯 好钱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你是不是应该把我想要的 给你 臭弟弟 还想吓唬我 来 大叔 我应该累了 我都在你公司楼下 在我们楼下 我们现在都变成了爱情的loser 你不一直也是爱情的loser了吗 你怎么弱的呢 没心我就继续问下去了 赵总啊 你不在了这些日子里 公司被他弄得无缘长天 我们先向上提一个合适的方案给他 然后再想办法 好 好 好 调离不是问题 合拍才是真理 我们公司出事了 代言人的丑闻影响到APP的口碑了 嗯 而且这次金董召回了之前的总经理宋许 来处理这次的项目危机 总感觉又重要把赵总架空的意思 看来赵总这一夜是想通了不少啊 职场嘛 还得勤思考 不要以为抱了一棵大树就能一劳永逸 我并不是反对办公室恋情 但毕竟嘉欣是我儿子 你们不要让我太为难 我明白您的意思 所以 不用您说 我自己离开 你辞职了 从今天起 你不用再叫我谈恋爱了 也不用陪我工作了 等等我 你这是干嘛 我陪你休假 作为一名合格助理 老板都离开公司了 把他这干嘛 这人生 就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爸爸是多么希望 你能够早早地站在塔顶上 什么动静啊 我养了这小猫 养宠物 那就是万物丧尸 再来 我养一座 正一座 其实你为了成为最优秀的赵展远 你忘记了如何依赖别人 也不愿意让任何人走进你心 赵展远 在我心里的金字塔 他的眼睛似乎会说话 你早就住在塔项上了 只要轻轻地假扒一下 能引起我心跳变化 可我却不敢告诉他 只感觉不可思议啊 就勇敢一次吧 臭丁丁 还想吓唬我 来 我都在你公司楼下 在我们楼下 我们现在都变成了爱情的loser 你不一直也是爱情的loser 没心我就继续问下去了 赵总 你不在了这些日子里面 公司被他弄得无缘长期 我们先商量出一个合适的方案给他 然后再想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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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